作曲供節目 我來自台北市 我跟我先生結婚的將近三年 其實因為我跟我先生都是在醫院工作 因為之前就是 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無病人的幻者 只是因為在醫院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來找張醫師這邊做人工受孕 那是在自己的醫院嘗試的幾次 那可是因為嘗試的狀況不是很順利 本來已經也覺得要放棄了 可是就是後來也有就是介紹 曾經在這邊做過那個人工受孕的學姐 當然是我現在的同事 然後介紹來這邊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是做單次的療程 就是做那種自然周期 那其實也很幸運是一次就 就成功懷孕的這樣子 那其實在做的過程其實也是算蠻幸運的啦 因為做一次就懷孕 只是這當中也是有很辛苦的地方 因為懷孕之後發現就也有子宮外孕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應該是說有三胞胎 但是有兩個在不對的地方 那那天是就是痛到身體劇痛到不行 所以來找張醫師 那很幸運的是他就幫我 就用最先進的技術幫我們處理好了 因為一般我知道 現在在運動中 一般知道的是做那個子宮外孕 通常都是用伏牆進去 全身罷罪進去 那可能在原本這樣的方式之下 原本正常的一個陪胎盆 可能就沒有辦法保留下來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謝謝張醫師 那通過他的方法 讓我們現在就是幸好還有一個 現在在肚子裡面要成長的小孩 那所以其實真的很感謝張醫師就是 讓我們這麼放心的 把自己都交給他這樣子 自己的這個醫院有做過兩次的那個 就是然後 不是 兩次的那個 排卵監測 那當然是沒有成功 那有做也是做一次能功休餘 那那次的那個狀況不是很好 也沒有很順利 這樣子 也沒有也沒有成功 其實在這邊就是會感受到這個環境是還蠻溫暖的 而且其實醫生也會蠻氣心 會聽我們就是希望要怎麼樣進行 那如果可以配合的話都會互相去配合 然後我覺得跟醫院最大的不同就是 其實醫院那個大環境其實真的是 第一個人很多啊 然後冷冰冰的 那也會讓他覺得就是說 好像是個機器一樣就是在那邊 然後一個一個等一個一個進去 那我感覺其實會覺得他心裡會蠻不舒服的 那在這邊就是會比較依照個人 個人化的一個療程來處理 那其實也會受到滿多 顧理人員啊 或者是這邊的一些小姐的照顧 那也會特別的關心你的身體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在這邊可以讓你放心 這樣子 嗯 其實我是覺得還是要信任醫師啊 因為畢竟你找那個醫師你就是信任他的醫術 或是你信任他的醫療行為 那你去跟他充分的做討論 那當然對你來說是最能夠接受的方法 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我是覺得當然 除了醫生的幫忙之外 自己也是要努力 而且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做女孩子比較辛苦啊 因為常常會覺得自己好像都是自己在努力而已 但其實我還是要覺得就是先生也是很重要 因為在旁邊的支持跟陪伴 才會讓我們更有心情走下去 因為畢竟懷孕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而且其實當然在這個這一次的懷孕之前 我們也做了很多準備啦 因為我覺得在充分要懷孕之前 還是要有身心你的一個自己要一個裝備 那我指的身心其實是身體的部分 你自己要有一個很好的身體狀態 那當然該補充的一些維他命啊 或者是一些身體的一些要素都要去具備好 那心理的部分當然也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大家的宗教性能不一樣 有些人他可能激怒怒他會每天禱告 那也許像我們可能就是 每天見有可能做個暖課 或是來自己祈禱一下 自己可以有一個很順利的明天 然後每次的療程都自己有心情平靜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發現子宮外孕也真的很意外 因為我知道子宮外孕的幾率是百分之五 可是這種百分之五的幾率都被我遇到了 其實也算是很幸運 因為在這邊做的人工收益 然後發現就是有子宮外孕 第一時間也是來這邊 其實那天真的很辛苦啊 因為肚子很痛 因為子宮外孕其實是很難忍受的 所以我就很早就跑來找張醫師求救 那因為也幸好就是之前介紹來這邊的那個學姐 她剛好也是子宮外孕 是張醫師第一個病人的案例 那我們也事先知道說 張醫師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就是子宮外孕的患者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先做過功課 就是有先問過有打過預防症的 所以比較不害怕 那剛剛也跟張醫師中討論之後 我們也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做法 因為畢竟我們其實還是蠻想保全健康的這個配胎 雖然有兩個外孕有點幸運中的小小遺憾 可是還是覺得至少我們有機會把它用最安全的方式 讓它不要搗蛋 所以其實我們也第一時間來找張醫師之後 當天就也做了手術 那手術完就休息 其實這幾天在檢查也發現 子宮外孕的那兩個可以他也順利的就有消除了他 所以其實也是更覺得自己是幸運中的幸運 因為我知道子宮外孕的患者其實沒有這麼輕鬆 那但是可以像我們這樣還可以坐在那邊講 那其實是不簡單的 嗯 心靈的部分其實要困難的是因為大家都很緊張 也很期待 可是期待就會很容易失望 對就每次就是好像就覺得有希望 可是又希望落空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失落 可是我覺得保持心情愉快還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還是要有希望 因為要有希望才會有成功的那一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心裡的一個保持心情愉快 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還有我們說有時候馬來講蠻醒的 所以我們已經做到求神拜佛的那種情形啊 就是因為自己是高教徒嘛 我們當然每天我跟我先生也是做晚課 那有些人可能是基督徒他們可能會禱告 那當然我們也真的是因為不知道找誰了 我們也去找神明齁 真的也是去厚厚說我們也去不然住神娘娘這樣子 因為我會覺得說當然我們好像就覺得差了那麼一點點 那找一三幫忙可能也要再拜託一下這樣子 所以其實身心裡的照顧對大家來講應該都是蠻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次的療程之前也做足了準備 而不是就是說啊就決定要來做了 然後自己的身體其實都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那個可能效果沒有辦法事半分配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剛剛又講到就是說 其實我是這一次在這邊做人工受驗就懷孕了 可是懷孕之後呢又遇到一個 有點遺憾的是因為我也子宮外孕 就是我有三個陪胎一個在肚子裡面兩個在舒軟管 對然後那天是怎樣 那天是肚子痛到一個不行 所以一早就在江醫師的冷嘴這邊等江醫師來 然後因為真的肚子痛到就是呃怎麼講 冒冷汗 冒冷汗他要昏倒那種情形 因為真的很難忍受 那因為其實我在醫院工作嘛 都知道子宮外孕的做法可能就是全身麻醉做腹腔筋 醫師把他清乾淨 可是因為我沒有覺得說肚子有一個正常的 我們不想要讓正常那個也 這一次的機會就又消失了這樣子 那其實很幸運 我只能說我真的幸運這種幸運 因為介紹我們來這邊那個學姐 她也主攻外孕 也是給張醫師做了她的方法 她的自己肚子裡面的孩子也很順利的留著這樣子 所以我就只能找她啦 因為我就相信張醫師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天肚子痛來到醫院之後 就當天就做手術把子宮外那兩個 不正常的胚胎把它清除掉 那原本這個是還留著還算是 應該是滿健康的啦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也 心情有好有壞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保持非常樂觀的心情 然後身體還是要很健康 才有辦法可以真的孕於一個小色的面 在肚子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雖然我比大家早一步啦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很快就成功了這樣子 謝謝大家